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过去有一些学者做了一些研究 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他整个的文学结构 第一个大概是卡苏头 这是一个犹太人的学者 大概在50年前就讲到 在亚伯拉罕的故事里边 整个是一个首尾呼应交错平行的结构 这可以说明中间有一些类似的故事 为什么出现在亚伯拉罕的故事里面有两次 比如说那个沙拉有两次被人家就带到这个外国的王宫里面 或是差不多变成别人的妻子 那也讲到这个亚伯拉罕有两次要去救所多玛 救这个罗德 那我们先看这个讲义上面这个结构 那在这个结构里面 A的地方是有两个简短的家谱 最前面是塔拉的后代 最后面是讲到拿赫的后裔 那创世纪十二章开始呢 是讲到亚伯拉罕临城的开始 这是上帝给他最初步的应许 就是我们前一次读过 创世纪第十二章一到三节 上帝叫亚伯拉罕离开本地本族富家 往上帝要指示他的地方去 上帝也应许给他 要赐给他大国 赐给他大福 赐给他大明 你如果要给孩子取名字 刚好生三个孩子的话呢 就可以给他取名了 第一个叫做赖大明 第二个叫赖大国 第三个叫赖大福 这是上帝赐给他的 三个应许的要素 这是上帝初步的应许 那我们到了亚伯拉罕临城的巅峰 就是在创世纪二十二章 他把以撒献上 上帝就再一次坚定这样子的应许 还是同样的东西 讲到赐给他大明 赐给他大福 赐给他大国 把那个地也应许赐给他 那C的部分呢 就是讲到沙拉在外国的王宫里面 那有痛苦 后来又上帝赐给他们平安 亚伯拉罕 那就跟他的侄子罗德就分开 所以第一次看到是跟罗德分开 那在《创世纪》二十章到二十一章那边呢 是讲到亚伯拉罕跟以斯玛利就分开 他把这个下甲跟以斯玛利就打发走了 那第一个部分我们看到 是亚伯拉罕拯救索多玛跟罗德 那在第十四章里面看到 是四王与五王征战 亚伯拉罕连夜率领三百一十八个壮丁 都是他在家里面生养的 那去救这个罗德 那么在十八章到第十九章 我们看到又是一次 这次主要是亚伯拉罕为索多玛城 还有罗德这一家来祷告 希望能够拯救他们 但整个故事最中心点 就是《创世纪》十五章到第十八章 两次讲到亚伯拉罕跟上帝立约 在《创世纪》十五章里面 讲到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约 上帝把亚伯拉罕带出来 指着夜晚的天空 对亚伯拉罕说 将来亚伯拉罕的后裔 也要上天上的星亮多 这就后面我们看到 以什玛利的出生 不过以什玛利的出生 上帝不喜悦 有人注意到 在这段故事里面 上帝没有讲任何一句话 因为不是出于上帝的旨意 是人自己要用自己的方法 来成就上帝的旨意 我们讲到试探 什么是试探 中间有一种就是 他的目的对 但他的手段是错 这是试探 亚伯拉罕 他想要上帝的旨意 上帝的应许 成就在他身上 他要生孩子 但是他不是用上帝的方法 而用自己的方法 这是一个试探 以后他要为这个负上很大的代价 这一次是亚伯拉罕 他信心上面的一个挫折 到了第17章 上帝再一次来对亚伯拉罕显现 对他说话 说我是你的神 又称作是 我们中文翻译成为全能的神 或者可以把它翻译成为是全福的神 全能的神 其实这个名字翻译比较像跟军事有关系 但实际上在列祖中间出现 是跟列祖得到上帝的祝福有关 所以把它翻译成为全福的神会更好一点 这是创世纪17章第一节 这一次上帝又跟亚伯拉罕立约 但是有条件 跟第15章那边不同 这次亚伯拉罕要给自己 还有家里面的男丁 通通都行割礼 在他们身上永远就有一个 跟上帝立约的记号 那这一次上帝就宣告生以撒 也宣告说只有以撒 是上帝所应许的后裔 所以在这整个故事里边 我们各位就会注意到 整个亚伯拉罕的故事 中间最大的关键点 就是在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约 而且在这个约里边 最重要就是应许亚伯拉罕 要生这个应许的孩子 以斯玛利不是 以撒才是真正 那对照前后的这个比较看起来呢 另外有相关的题目 第一个就是 撒拉不能够生育 她之所以能够生育 是在于上帝给她的应许 给她的祝福 这也好像是 创世纪第三章15节里面讲到 那个女人的后裔 这个主题在这边继续的出现 因为撒旦好像也是 在那边一直要拦阻 让这个女人的后裔 不能够出现 所以你看到有两次 这个撒拉就好像 要被人家带到别的宫殿 别人的王宫里面去 她就不能够跟亚伯拉罕一起 来产生后裔 反而要生别人的后裔 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话呢 撒旦的计谋就可以得逞 但是上帝有保守 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注意到 那个应许的后裔 应许的后裔 不是亚伯拉罕的仆人 也不是罗德 也不是以什玛利 这些都一一的 一个一个从亚伯拉罕的故事里面 就消失 那最后只有以撒 才是上帝所应许的这个后裔 他能够承受上帝继承的产欲 所以这个是在这个 故事的大结构里面 或许我们可以参照的看到 那再对照亚伯拉罕之约 亚伯拉罕之约 在亚伯拉罕的故事里面 至少有四个地方提到 第一个是在创世纪十二章 第一节到第三节 上帝给他的条件 是离开本地本族富家 往上帝所要指示他的地方去 给他的应许呢 就叫赐给他大国 赐给他大名 赐给他大福 这个是立约的先生 从上帝的应许而来 立约的实行 亚伯拉罕他的信心 被上帝称为义 那他也按照上帝的吩咐 就献祭 那这次的献祭 我们讲到跟罪没有关系 纯粹是人跟上帝立约 用这个献祭来做一个记号 那这次的立约 各位在读圣经的时候就注意到 亚伯拉罕按照圣经上帝的吩咐 把这个牛跟羊 宰杀了以后 就每一个都劈成两半 然后对着这样摆裂 然后上帝的那个火把 就从中间这样经过 这是按照这个当时 中东的人立约的这个习俗 立约的双方 就要在这个 劈成两半的这个寄生的中间走过去 代表说 如果我毁约的话 我就要像这些寄生一样 被批成两半 有点像这个中国古代 那个煞血为盟 意思是差不多的 那代表说 这个盟约的神圣 那是要永远坚立 亚伯拉罕他 那这一次立约条件呢 是因为他向来听从上帝的话 那他的信心就为上帝称为义 那他也遵上帝的命令献祭 那这次上帝就应许给他要得着后衣 那他的后衣要继续在外邦四百年 然后呢 回到这个应许之地来 立约的更新 我讲到 是因为在《创世纪》第十六章里面 亚伯拉罕信心的挫折 软弱 所造成的结果 那在第十六章里面 亚伯拉罕听从妻子撒拉的话 那下甲为妾 下甲就替亚伯拉罕生了孩子 叫以斯玛利 但是这件事情 让耶和华很不高兴 也不是出于神的 也不是出于信心的举动 所以以斯玛利出生了之后 又过了一些年 上帝在重新跟亚伯拉罕 在更新这个约 但是各位注意到 在更新约的时候 往往就会加上新的条件 所以这一次就加上了 要行割礼的条件 那在前一次是完全没有 亚伯拉罕就增加了 新的这个律法规定 所以这次条件是 要行割礼 要做完全人 上帝就应许给他 第一个就是改名字 改变他的本性 能够跟上帝所赐的恩 能够相称 再有一个呢 在这个应许当中 最中心的 就是讲到君王的应许 将来弥赛亚 要从亚伯拉罕的后裔产生 那亚伯拉罕果然没有 让上帝失望 他的信心就不断的成长 那创世纪22章是他 信心的巅峰 也确实得到上帝给他的赏赐 那这一次上帝给他的条件 上帝对他说 你要献上你的 独生的儿子 就是你所爱的 就是以撒 要献上给神 这让亚伯拉罕没有任何一点 可以来推诿 等当他把这个就完全遵命 献上之后 上帝就赐福给他 再一次应许给他 是给他地土 后裔跟君王 那这是立约的一个过程 所以我在结论里面就讲到 上帝用呼召应许立约的方式 来造就亚伯拉罕的 使他成为信心之父 虽然在这个过程中间 亚伯拉罕曾经有过很多次的失败 但是终究上帝的工程要完成 那我们也看到上帝跟一个人立约 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 反而是要经过很长的时期 而且上帝多次给人机会 让人可以不断地在上帝面前 来重新调整 人有软弱 上帝使他刚强 人跌倒了 上帝把他扶起来 人甚至已经偏行几路 离开上帝的正道 上帝还是会用持真爱索 把他牵引回来 凡是愿意让上帝在他身上这样子工作的人 上帝在他身上的计划就可以完成 亚伯拉罕就被称作是信心之父 这也是我们要非常感谢主的地方 那我就先讲到这边 我们还有20分钟 那我今天跟大家要来分组讨论 我们要讨论三个人物 就是各位在读创世纪的时候 我们特别看到亚伯拉罕 雅各还有约瑟 那这三个人物呢 那我请各位跟你旁边的人 分成那个小组 就来讨论 他们身上对我们 有些什么样特别的教训 特别看到他们灵性的成长 我们今天就到这边 明天早上八点我们再继续 那还是有一个小小的测验 那就请各位跟你旁边 你的小组里面 弟兄姐妹就一起祷告 结束我们今天的课程 roasted牛油 那嗯 优优独播 Should Be